大家好,我是宝门电鱼,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给我带来的古岛惊魂原始杀戮游戏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会经常更新的 不仅是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进行完了之后还会更新一些其他的新的游戏 所以大家尽管订阅,那么这个游戏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 我觉得差那么几个任务就可以直接通关了 直接结束这游戏了,这个游戏可玩性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捕猎 这个地图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捕猎,升级,你装备这些,还有很多支线任务 非常多的这些支线任务,那么可玩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今天我们过去的是要完成一个主线任务 就是捕获巫党族的一个boss 那么上次打的是烈日行者的boss,这次打无当族的boss 那么你骑见之虎,骑了一段就会到这个地点了 也就是说这个地点离乌党族这个最终的那个乌尔那个boss 离他也很近,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boss不知道有多难打 所以今天来试一试,之前打的是烈日行者的一个boss 在第17集,如果大家一直看我的视频的话就会知道 那么那个boss,其实还可以,因为我现在的装备比较好 所以打下来可能稍微一个轻松一些 我的武器,我的宠物,我的装备都还是比较强的 大家记住要升级一下你的键 这个游戏,这个游戏里边我觉得最 我觉得还是个剑实用性比较强 它的远程,反正我个人喜欢使剑 因为它可以远程寄导敌人 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剑的威力还是稍微小一些 那么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是 毛头鹰学会了这个头弹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天上头弹 天上袭击 这个也是比较有用的,这一招 所以大家有这个封带,就是投掷蜜蜂的封带 现在还有,我还有这个火弹 就是上次上一集,那个打完烈日行者那boss之后 那么收服他,收服他之后得到的火弹 这个功能 我靠,哇 这个属于酋长级人物,所以还是比较难杀的 这还有,敌人四处四面八翻过了 我靠,赶紧逃,赶紧逃 扔一个封带过去 他这个封带还有这些什么火弹非常有用 因为你,你扔出去之后可以 尤其是那个蜜蜂那个封带可以减缓他们的行动 所以,非常有用 杀伤力也可以 boss,居然出来了 再倒几个 哇,他这个火弹还是威力很大的 你看,火弹威力很大 头几下他就,头几下就那个什么了 就把这boss给打掉了 打死了,非常厉害 这火弹威力非常大 但这个火弹是从烈日行者那学的 有没有他的那个,相生相克的那种性质 但是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从剧情来看 我武当族人是非常恨 非常害怕烈日行者者那一组的 因为,武当族的老大 在游戏中,剧情也是说过 他自己承认,说过他被烈日行者受伤过 所以,武当族是不是非常的 害怕烈日行者就不太清楚了 按理的,按道理来说 我应该是把这里的敌人都给杀光了吧 还有吗? 还有敌人吗? 我感觉我好像已经杀光这里的人了 有毒气,不能进去 那么就说前面就是应该是乌尔了 武当族老大乌尔的内观了 所以前面不能继续往前走了 但是,这个我已经把BOSS打死了 为什么还没有 为什么没有剧情呢? 说明我还没有完完全全干掉这里的人 是不是往这走? 没有发现其他敌人了 没有发现其他敌人了 那怎么 那怎么没有剧情呢? 怎么回事? 看来不能再往外走了 再往走出去了 还是得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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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天雪地啊 果然是十人一族啊 住的地方也是毛骨悚然 很少有人去 有一个囚犯 那是不是把他解救了呢? 还没有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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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有一个 原来 原来还差这一个没搞定 所以 就差这么一个没搞定 你的游戏就无法继续了 好 你 虽然 没搞定 你 要 你 有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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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门督不开心 看剑王放手 总是谁 命 我愿意 每当花好 小孩 瘋瘋瘋瘋 瘋瘋 就是把这个人给捕获了 你成为俘虏了 成为你的俘虏了 那么他成为俘虏之后 也就是说 你的所有的人都齐了 我所有的抓的人都齐了 我菜单里的人物全都齐了 从他可以制作竹的 而不 relación 瘋瘋瘋瘋 巴银沙尔 关乱 甲虏 王八蛋 王八蛋 好 那么成功说服了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这一集先到这 那么我们马上就会要去打 真正的最后的总boss了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也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有随时新的内容更新 那么谢谢大家